進入的第二個誤解 河南人為什麼來臺灣 我考試最喜歡考這一題 尾姬 你上次怎麼寫 你考試怎麼寫 這是我的學生 你考試怎麼寫 我上次就考這一題 我被騙過來 你怎麼知道你上過課了啦 我們歷史課本每次講到這個 然後大家就開始說 臺灣物財通話都給他豐富 河南人為什麼來臺灣 有他的歷史的無奈 那因為我們過去這一段歷史 沒有太多的解釋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定要釐清一下 就是說大家是不是自苦以來 就垂涎臺灣這一塊地 當然不用那麼自卑 但是我們也不要那麼自我感覺良好 到底是不是那麼樣的被垂涎 其實對不起 沒有 剛剛那個葡萄牙人 把你叫火摩沙 叫美女都不來了 那誰要來 為什麼不來 因為他們要做生意啊 台灣又沒有什麼生意可以做 就這樣子 好 所以河南人來的時候呢 來 為什麼來 其實河南人喔 千里迢迢的跑來這裡 跑來這裡 我們上次有講到那個維瑪浪嘛 他其實是要跟中國做生意的 第一志願去澳門 澳門已經被葡萄佔領了 所以呢他就到澎湖 然後去了澎湖了 我們在座有沒有澎湖人 有沒有 有沒有澎湖人 好 那我們就 那我就可以講一點澎湖的話 有沒有 如果有澎湖人 我就叫澎湖人來講了 你們不是澎湖人我就可以講一下 河南人堅持要住在澎湖 很奇怪耶 他就是不來 他就是要住在澎湖 因為他跟中國做生意 所以我每次在讀書的時候 就想說 峰桂尾 峰桂尾是個地方 河南人幹嘛堅持住在那裡 所以呢 他們在1604年去過一次 對不對 被趕走 後來又來了 這就是峰桂尾 我們通常會去澎湖都在這裡 他們在這裡 這是翁姬安老師給我的圖 翁姬安老師給我這張圖 我真的是感激不盡 因為你知道嗎 好難找這張圖 這是河南人當時在峰桂尾畫的 我都找不到 即使找得到都是黑白的 黑黑媽媽的 不知道怎麼辦 我有一次看到漢森出版社 有出一套地形集 我問他這怎麼拿 他說要去什麼河南什麼圖書館 要求授權 我說天啊 這什麼 這太困難了 結果就是我上次褒獎 翁姬安老師的原因 就是他的電腦 電腦裡面就有這一張檔案 而且這麼清楚 這麼如此的清楚 天啊 這就是峰桂尾 河南人游下的地圖 而且我們可愛的翁姬安老師還跟我說 拿去用 沒關係 我說如果被告呢 沒關係 我會講荷蘭話 我就幫你告 哇 可愛的翁老師 你看這麼阿沙里 把一個這麼難找的圖給我掃到 所以趕快把它放到樹上 我們就看到 河南人留在這裡啦 堅持要在這邊 這就是峰桂尾啦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峰桂尾 就是這個位置 你知道嗎 要到這裡 我那時候為了要找這個位置 我就去了馬宮 然後從這裡租個車 然後開車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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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這裡 為了要尋找一個地圖上的峰桂尾 到底在什麼位置 就去了 你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 你看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呢 它那個城堡就蓋在這個上面 然後就從這裡上來 從這裡上來 就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當年城堡的位置 你看這裡附圍得很好 我畫得這麼清楚 這上面都有標誌 怎麼會弄得這麼好 來看一下 這是河南貿易即投資辦事處 幹嘛 他們想幹嘛 證明台灣是河南不可接客的一步 證明我們來過嗎 祖先在這裡有沒有這麼清楚 所有的資料都有啊 你看 所以我證明一下 你看嘛 我告訴你 有徒有真相 有事實有紀錄 人家都把你復原好了 然後所以那個誰啊 那個河南住台代表那個誰 他不是退休了嗎 不浩德 不浩德 他就退休了 他就不回河南了 我就入籍台灣 因為台灣有我祖先住過 還有可以 你可以跑去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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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找到我我祖先的那個血統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找到祖先的那個血統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找到祖先的本領 什麼都有啊 你們漢人沒有來之前 我們我們 我們河南人早就來過 你看他把你古蹟復原的多好對不對 所以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 到浅世间去找我们存清楚 再把它复原 然后把它立个杯 对不对 才能证明嘛 你看人家河南人做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突然而作 那我到我们现在去都还找得到 那是怎样 对不对 还有我们都压口无言 说是啊 河南人跟你说我们去过 你说是 在哪里 这里地图有 古籍也有 证据都有 哇 神啊 天啊 好强啊 所以现在有人去河南玩得还不错 就说郑成功干嘛赶走河南人 对不对 网路上有这种文章 说哎呀 河南很好啊 干嘛把人家赶走 对不对 唉 所以你知道吗 有时候当子孙还是要认真 不然人家就可以把你推 把喝 所以这个很有趣 好 来 然后呢 来 这个人是谁 李戴 我在书里面写说他叫李戴 因为实际上 我们每次在讲这段历史 我们都觉得西方人比较大 白总人比较强 其实当时东野海域最强的就是 我们这种江湖南里的 有些海上 在海上可以跟这些人抗衡 所以当初如果不是李戴出面 河南人不会到台湾来 那当时因为福建官员 因为彭湖是福建的 他就不要他呆着 所以就把他就叫这个李戴出来 然后把他们说服来台湾 所以李戴呢就跟彭湖人 签了一个民和合意 然后上面就说你到台湾去 然后你们就可以跟中国做生意 然后你们就可以等等 可以在这里发展 所以河南人就相信 中国皇帝把台湾赐给他 然后就来了 等到来台湾之后 结果一直到19世纪 河南人还是相信这件事情 但在中国官方里面找不到任何一张 叫做民和义和的东西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段台湾的历史 被决定也还是一个官商攻击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自己说好了 然后他就来台湾 台湾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台湾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台湾历史上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就别人说一说我们就被决定了 别人说一说我们就被决定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叫人家不说吗 这是有问题 好 在于的李淡这个人 除了让河南人来台湾之外 他还让河南人到台南 他没有让他到台北 因为李淡说台北那个地方 原住民很凶悍 你不用去喔 你就到台南 因为台南是李淡的私立方人 他要做生意啦 就是你到台湾去之后 我李淡就拿东西去卖给你就对了啦 你在台湾等我就好了啦 所以河南人就这样子来到了台湾 所以我在写这段历史 我只是要提醒一件事 台湾的命令是如何被决定 那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你说那时候反正 然后反正台湾也没人 所以就可以随便被决定嘛 那如果台湾有人呢 也可以这样被决定嘛 那住在台湾的人要怎么办 所以一直到一直到我写到第三本书的 台湾民主国 好像也是这样被决定的 好 我们来想办法 好 来 来 回来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河南人都喜欢住那个边边 所以你看他住刚刚的那个 那个鹏湖的时候 你看他住哪里 他住马公的对面 可是他到台南来住哪里 他住刺坎的对面 他住刺坎的对面 这个南桌上 他都不进到 他不去跟汉人住 他都住边边 他都住外面 因为他只是要出去做生意 他没有要进到你的里面 他后来进来里面是后来的事情 好 所以这段历史 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的澄清一下 你说河南人为什么来台湾 所以我们的同学都很知道 简单答案就是被骗来的 就是被骗来的 好 他有没有爱上台湾呢 嗯 就可以好好留住